香港男团Miro去年7月表演时发生大萤幕坠落杂伤的意外 其中舞者阿摩受伤严重 整个颈椎爆裂目前都还在留院医治 他父亲也在近日透露 经过三个多月的附届 阿摩在上个星期终于可以开始靠自己上半身的摇摆力量 来控制外骨骼的移动还有走路的速度 阿摩的体能也有所进步 也让爸爸继续祈愿 希望阿摩的肌肉和骨骼可以继续强化 也期待未来有天 可以不用依靠外力自主控制来踏出美部 而消息在网上曝光后 粉丝们也继续为阿摩叫要打气 期待他附件越来越顺利 可以早日回来和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